每一个人每一个阿赖耶识都在创造自己的世界 所以人与人之间有真实的交流吗 就是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这个阿赖耶识 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不同的这个阿赖耶识 但是终生啊所有终生都是 比如说我们人的话人类的话 他曾经是造了这个同样的这个耶 这叫做公也公也 所以这个公也称数了以后呢 我们看到的都是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比如说一个一个民族啊 一个同一个民族的他们的这个语言当中的每一个名词 虽然每一个人说出来的这个名词是每个人不同的人说出来的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就会心里就会想起这个名词的内容 一样啊这个每个人实际上是 就这个成熟了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个中子 但是呢最终大家看到都是一样 这是因为大家有这样子的工业 所以就是不会有不会有错乱的问题了 他还问公也就是阿赖耶识共同或相似的部分吗 所以可以看到其他人还是其他人也是自己阿赖耶识创造出来的呢 公也就是说我们地球上的70多余人口呢 曾经在那有可能是几千年 有可能几百年 有可能是几千万年 之前呢大家都造了一个同样的能够感受到今天的这样子的这个世界的这样子的因 曾经大家造了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 大家都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有可能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造了这样子的这个业 所以其实一人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中子 然后这一次呢就在这个时间点啊 我们的这个成熟成熟了这个公通的啊 这个业所以大家都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 那还问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还是其他人也是自己阿赖耶识创造出来的呢 凡是我们的干官啊 凡是我们的干官看到的都是都是我们属于我们自己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啊 比如说黑人的黄中人的白人的这个黑白黄啊 这个颜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视觉 属于我们自己的视觉啊 这个黑人的这个皮肤的颜色黑的黄中人我们的黄的 然后就是白人的这个白色啊 黑色白色黄色这三种颜色这肯定是非常非常确定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属于我们的视觉啊 但是这些人属不属于我们的视觉呢 当然不当然不不属于我们的视觉啊 比如说有一天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了 这个人还在生活 所以就这两个是不矛盾一样 所以啊我们看到的这些这个部分是属于我们的啊 这个干官的这个部分啊 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以外还有没有生命的个体呢 有这样子的生命存在的啊 这个啊这个啊就是为了这个啊 为了这个话题啊 叫专门就营免里面呢 有一个啊有一本书啊 这一本书就讲这个 就他的他的他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些 嗯那结论是什么呢 啊结论就是这样子两个结论 第一个啊凡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这个部分 这部分啊这部分是属于我的啊 属于我的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啊 生命呢 有生命啊 有六道轮回啊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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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